欢迎收看联合报系愿景工作室 为青年巡路首部曲抢救人才系列报道 我是李碧莲 今天我们要来看年轻人如何打造自我 联合报系采访团队走访全球 从大陆新加坡到德国和澳洲 要看看30岁以下的年轻世代 如何从求学时就锻炼自己一身好本事 学校又提供了哪些资源和协助 让这些年轻人踏稳职场的第一步 在看国外案例之前 首先我们就来看看台湾这位务实的年轻人 一般人认为熟称黑手的汽车维修技师 是既辛苦又赚钱不多的工作 不过也有些人不往学术发展 选择当个学士黑手 77年次的陶东明在就读北科大的时候 就主动争取到企业去实习的机会 好让自己更加了解教科书以外的专业技能 毕业后他又选择回到当初实习的企业 在磨练自己的能力 现在他每个月大约3万5千块的薪资 比起大部分的社会新鲜人已经算很不错了 未来还有机会升迁 前途一片看好 带您来听听这个学士黑手陶东明的故事 一会儿凉胎压 一会儿换机油 忙于穿梭车辆间的陶东明是个学士黑手 原本就读普通高中的他 升学时转换跑道 概念可大 买手其中的不是书堆 而是汽车引擎盖下的武术零件 因为不是本科系出身 尽管有老师教 有课本看 陶东明还是对很多工具已知半解 对于维修现场的状况掌握也相当陌生 因此大三的年暑假 陶东明主动争取实习机会 花八个月的时间到太古汽车 跟着资深师傅问一下学气 无论是看螺丝找工具 翻阅英文说明书 还是连线德国原厂查资料 透过第一手的实际操作 渐渐地修车对陶东明来说 已经不是难题 你要拆这个东西拆曲轴拆什么 它都会详细地说有几颗螺丝在哪边 然后锁回去有磅束都是一定的 那就照着它的步骤 基本上都是可以完成工作 那再回去看学校教科书的话 就会比较懂这个东西到底是在哪边 因为教科书上多半都是 一个单一的零件出来 那你看到你可能也不知道 它在车子的哪一部分 哪个地方 向往技术工作发展到业界实习 或许是条捷径 但怎么有效实习才是该磨练的技巧 曾经到职讯局实习一个月的陶东明 眼看一个老师要带二三十个学生 学习效果大打折扣更加坚定了他 要学就到职场上学的决心 因为唯有从工作中才能发现自己的 足足之处 后来都是同学大家在后面聊天 然后老师也在前面讲很奇迹 那又跟在学校上课一样 那个从其量只能说是 让我们了解有这个修册工作是怎么样的 那真的学到东西 那在那边是比较缺乏的 但是我个人就是喜欢接受一些挑战 希望毕业能够就赶快先出社会 让社会来告诉我自己需要的是什么 想让自己看得多 学得广 好让未来的选择更多元 曹东明毕业后回到熟悉的太子汽车任职 进一步磨练自己的技术 也利用闲暇时间进修语文能力 将来不管要担任技师还是转战行销 他都充满信心 跃跃欲试 既然你要去介绍一个车子里面 它最基本的东西都没摸手的话 其实有一些地方缩不太过去 所以我决定又再回现场 然后再多摸一两年再看我其他职场的科长 不断地从做中学 累积自我实力 曹东明一直让自己看职场保持连线状态 面对日新月异的专业技术 学士黑手不只准备接招 更主动朝着目标 逐步迈进 看完台湾的学士黑手 接着我们要看到对岸年轻人是如何为将来铺路的 很多人认为就读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 这样的名校就等于是替自己未来的就业 拿到了一张保证书 不过对这些名校学生来说 说学习学校课业 透过不同管道增强自我实力 更是必备的功课 在台湾可能有不少学生选择课后打工和社会提早接轨 但在中国大陆观念却不太一样 我们的采访团队走访北京 但您看看他们的学生是怎么在毕业前就先累积就业实力 小小的空间里挤满了求职者 即使校园生活还有半年多 但北京大学12月举办的这场征才活动 早有许多准毕业生摩拳擦掌 抢定未来的好饭碗 在传统观念里 考进北大这样的名校几乎等同拿到就业保证书 但罗马终究不是一天造成 目前就读北大国际关系学院四年级的傅若兰 从小就是名列前茅的职游生 和其他北大同学一样 打从新生入学第一天开始 便透过各种校外实习与考察 逐步累积自己的就业实力 我去荷兰交流了半年 然后所以不仅仅是在这边接触留学生 我自己也在国外的环境学习过 所以一个很突出的感受是大陆的市场 就真的竞争最激烈的市场 全世界 中国大陆的就业市场大饼 大家都想分食 想要在竞争激烈的职场上 为自己增添更多战力 傅若兰选修了双学位 除了国际关系还念了经济 稳扎稳打做足基本功 要让自己的专业领域相承 未来的空间更宽广 我当初去云南 云南考察他们边境贸易 还有翡翠产业 其实非常非常相关 像我们当时除了就了解 就是假实力了解他们 比如这个产业具体的 微观的事情之外 我们在实际报告中 就也与中美的关系 有做联合 有做一个结合 根据北大校方近两年来的统计 一个北大学生平均可以有 六个职缺的选择权 找工作对他们来说根本不成问题 然而这六个工作机会 却未必都是学生想要的 因此从新生入学 培训的第一天 学校就替学生建立 正确就业观念和职业生涯准备 系统化的协助 成了学生和求财单位之间 不可或缺的媒合平台 重点不是在帮他们找到工作 而是帮他们找到好工作 和找到好工作之后好好工作 那找到好工作就是说 这种人质匹配 真是让他们能够学以致用 好好工作 就是说有一个长期的 这种职业发展 不光是说一个时点上的 这样一个工作 除了学校系统化的辅导 还有BBS专版和相关网站 替求职学生前桥搭线 让学生在毕业前就能找好工作 但在此之前 大陆学生专注学业 普遍不从事课后打工 加上大陆政府广设各类 勤工助学奖学金和贷款 不让任何一个学生 因为钱的问题辍学 也成为学生厚足实力 为起跑就先赢的重要关键 接下来看到新加坡 新加坡的大学很少 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率 高达九成以上 以新加坡管理大学SMU来说 平均的起薪大概是薪币 三千两百七十一元 相当于台币七万七千元 而经济系更高达新币 三千八百元 接近台币九万元 我们就找到这一位 是三年前毕业的陈霞中 他念的是经济系 但他不当上班族 反而在学校顾问的鼓励之下 用零元创业 他开设健身公司 为客户客制化活动 像是马拉松或是三铁等等 也为公司或个人量身 订做健身计划 工作时间很弹性 但每个月的收入超过四千新币 也就是台币九万五千元 到底他是怎么做到的 学校又给了哪些帮助和训练呢 一起来看看 穿着紧身衣 流利的边讲解 边示范健身动作 他是今年二十八岁的陈霞中 三年前刚从新加坡管理大学 经济系毕业的他 就用健身这项专长零元创业 敢这么大胆 都要拜学校就业咨询与辅导处的 老师所赐 就是我跟他们讨论说 他们说 其实你可以想一想 用你这个service 就是服务方面去创业 就是你店面也不需要 你网站可能也不需要 你marketing上面也不怎么需要很大 你可能只是需要有一个很好的service 那么这个service怎么弄他比较special一点 透过一对一的对谈 测验 老师们直接告诉陈霞中 他并不适合念经济 但也教他挖掘自己的优势与长才 让一直想创业的他想出道府服务的创新模式 替个人客户或企业员工设计专属的运动课程 他们有一些导师会引导我们 就是有一点one to one这样子 坐下来跟我们一起开会 然后跟我们说 你这个idea可能可以这样这样改进一点点 对 让他更有实力去发挥 这些活动呢 就是跟我们 还有这些已经在市场上很有实力 很成功的创办人 一起来会面 让我们一起交流交流一下 帝学生的创意和梦想提供最实际的帮助 采访的这一天 刚好有两名在香港工作的新大校友 返校和学弟妹分享海外工作的心得 除了人脉 新大也善用各种资源 替学生做职业规划 就越咨询与辅导处的会谈室 正式 豪华 就像商务中心 还教导西餐 中餐以及日式料理的餐桌礼仪 打开衣橱 男生的西装皮鞋领带 女生的套装高跟鞋和化妆品一应俱全 让学生免费借用 好撑头地去面试 不用担心制装费的问题 我们从我们学生的学生受到很正确的认识 这些职业中心是一个很好的地方 让他们建立自己的信心 在追求自己的专业目标 也要取得很重要的技术和技术 让他们在职业中心得到任何挑战 在即将踏出校门时 才让学生临时抱佛脚 女生的认识是已经有机会了 不然这些认识就应该有机会了 女生变得很重的 并不是很重的 不同国籍的学生和老师一起讨论 在这里是常态 学生勇于发言 更是训练有素的成果 因为新大着重创新课程 还有分析思考课程来挑战学生 激发创意与思考能力 我们在学校的很多表演的机会 这就让我们跟很多不同国家的学生 有很大的交流 就跟我们实习一样 不管是在本地还是在国外 就是我们跟不同种族的人 有交流的话 我们会有一些文化上的一些交流 还是交换 所以我们之间就是换取这些想法 会比较多一点 12月初 新大坡的寒假即将展开 新大校区里 学生自己组成的拍摄团队正在拍片 楼上则有社团在排练团康活动 新大的学生如此活泼 校方的鼓励恐不吞磨 你想什么 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 可是问起很多人的时候 他跟你说 其实我有个想法都没有 可是他们会慢慢地引导你 你为什么要这样想 可能我提供你去另外一个东西 让你去有这个另外一方面的体验 你喜不喜欢 不喜欢不用紧 我们还有别的东西 社团学生会 恐怖运作 让新大的学生提早学会沟通与合作 另外也有各种国内外的实习课程可以选择 还得完成政府规定的80小时工艺服务才能毕业 因为课本上的知识不是他们唯一重视的 如何让学生拥有进入社会所需的技能 与责任才是最大的目标 做批要写东西撰稿的时候就非常有致力 要很快 要定时 所以在那方面我其实对时间还有deadline非常敏感 所以就转移到我在学业方面 创业方面 就跟deadline这个东西非常敏感 陈霞聪说 如果学生想要延长实习时间 甚至要转系 校方都绝对支持 他也拿自己当例子 证明鼓励学生勇敢追梦 心大可不是说说而已 难道我堂堂一个总编 几点上班都是你报告吗 不然这个位置你来做啊 他们就说去 我们会让你就是停学 就是take leave 去试试看这个才华横移出新秀 这个这场比赛 还有派学生下去支持我 就是比赛当场支持我 所以他们就非常很活跃的 就是去支持学生的梦想跟理想 你整天在我买报纸 我以为你要收集资料 可是我每次只看到你解决那些折扣物 哎呦 我是为你好啊 2007年 陈霞聪参加素人选秀比赛 获得最性格男星秀奖 还参与戏剧演出 圆了剪演员梦 从新大毕业之后 他努力圆另一个梦 现在已经是健身公司经理兼合伙人 从南亚理工转学到新大 他认为这是他人生最值得的冒险 SME都会很鼓励你 他们会鼓励你 OK 这方面你需要去follow your dreams就去 如果失败了不用请 因为失败乃成功之母 我们还是能就继续 接下来我们要离开亚洲到欧洲去看看 从金融危机到欧债危机 欧洲整体经济接连遭遇打击 受到这不景气的影响 年轻人找不到工作的情况也越来越严重了 根据2012年12月的数据显示 欧盟整体青年的失业率已经来到了 百分之二十三点四 也就是说有超过五分之一的青年 是失业的 欧洲媒体称这些年轻人叫危机一代 面对这么可怕的数字 德国的年轻人却不恐惧 经历战后变迁 德国青年早已体验到 社会变化不断 世界不会永远安逸 就是这种自觉 让德国年轻人认清 要在充满危机的环境中 处变不惊 现在能够做的 就是累积自身的工作经验 储备实力 车让人 人让车 赶着进公司的上班族 行色匆匆却不失秩序 早上八点半 柏林的波子弹广场上班区 上班人潮开始涌入办公大楼 同样在柏林工作的柏蓉罗森 出社会四年 目前身份是记者 为每日进报 撰写周末文化专栏 从小就想当记者的他 言谈中流露出 从事媒体业的满足 在正式踏入职场前 罗森就积极参与报社和电视台的实习 也因为拥有经验 让他对自己充满信心 我一定会对我商量一部 我认为了 我认为了 我的电视台 对网站的 大网站我不太太 我认为了 这部学生的 我认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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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做个功课 因为我平时 没有 就做个功课 我认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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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大環境未来如何变化 罗森已经做好转职准备 其实很多德国年轻人和罗森一样 早已适应环境的快速转变 多少犹太人穿过这道铁门后 就再也出不去 来到慕尼黑的达号集中营 观光客收起笑容保持庄严 阅读二战的集中营历史 走进几乎等身高的毒气室 里面的肃杀气氛几乎令人窒息 德国把仅存的集中营规划成博物馆 保留下来面对历史 二次世界大战后 德国一分为二 历经冷战时期东西分边统治 到柏林围墙倒塌 两德统一 走过动荡的历史背景 让德国人在面对 惊爆连连的欧债危机时 显得格外淡然冷静 欧债危机爆发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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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元币值一路往下扁就像这场大雪 激动欧盟二十七个成员国 在法兰克福的欧元大厦前开心留念 对德国年轻人来说 欧债风暴似乎影响不大 这点从青年失业率就能看得出端倪 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公布的数据 2012年3月15到24岁的青年失业率 欧盟的平均值飙高到22.6% 其中最惨的国家是希腊 有超过一半的青年失业 西班牙也很惨 高达51.1% 青年失业率最低的是 瑞士7.5% 其次是罗维 德国第三只有7.9% 其实其实我自己不觉得不舒服 我认为他们川面不觉得不舒服 因为现在这情况是很有轻意的 所以在川面算于是很不舒服 咱们在西方,或者在北美主里 在西方的相比我舒服 在西方的相比 在西方的相比 甚至那样的工作太坏 也就是在人们的年轻人 我从来看,我们已经有很好的状态 如果我变成另一个状态的情况下 我看到有很多人是工作人员 我认为我认识也许多了 但是我认识我和我认识的 我认识的选择选择 我认识我认识的 但是我认识因为工作人员 我认识不认识 对欧债几乎无感 德国人普遍对政府的处理作为 给予高度评价 年轻人不担心找不到工作 更有信心能靠着自身实力 持续因应不断变动的时代 接着我们要前进南半球 看看澳洲年轻人的就业状况 澳洲法律规定 年满14岁又9个月 就可以合法打工了 澳洲青少年都很习惯 小小年纪就去打工 赚学费或零用钱 再加上技职教育盛行 有七成的中学毕业生 会优先选择进入技职体系就读 一边读书一边实习 除了学习一技之长 也能和业界接轨 为就业做好准备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这位Cassandra 她虽然只有25岁 但在餐饮业的工作资历 却已经长达10年之久 而她就读威林博物餐旅管理学院的 最后一年 还获得校方的推荐 到四季饭店去工作 成为她毕业之后 进入饭店业的跳板 现在她已经是 西尔顿饭店的人力部门小主管了 她如何经营自己 成功进入职场 来看Cassandra的故事 气派豪华的西尔顿饭店 坐落在雪梨市中心闹区 一走进大厅 只见所有工作人员 穿着黑色系的简洁服装 其中这一位 震撼学校代表谈话的Cassandra 则是人力资源部门的小主管 今年才25岁 从威廉博物餐旅管理学院毕业 也才短短四年时间 成为人力资源主管 Cassandra特别强调 工作经验的重要性 她自己从14岁开始打工 高中时就透过学校提供的 职业教育训练课程 取得餐饮类的二级证书 并且在毕业前 就取得威廉博物学院的奖学金 于是在家人支持下 她放弃念大学 威廉博物强调 一进入学校就开始为秀业做准备 餐饮科的学生 在学校的厨房里学烹饪 得穿正式工作服 从基本功开始练习起 学校也开设餐厅 让学生参与经营 从点餐服务到餐点 全部比照业界 用的都是最新的设备 我们商业的厨房 所有的装饮都被估计了 他们在努力做的 是让学生在那些装饮 所以当他们在商业 他们自然想要买那些装饮 鱼帮水 水帮鱼 威廉博物的校长表示 私立学校没有来自政府的补助 因此更要和业界保持紧密合作 除了让学生所学符合业界需求 也帮助学生顺利从校园 踏入职场 比如说在食材方面 你要怎么去计算 你的用量啊 然后这些方面的 然后还有他们的一些法律 对于餐厅 对于饭店 就是这方面的这样子都有 我觉得蛮适用的 不只教的都是实际运用得上的内容 有些课程甚至就直接在饭店里教学 无人不入还推荐学生 到各大饭店去带薪实习 透过这样扎实的两年训练 就可以拿到专科文凭直接就业 或者像Cassandra这样 再念一年取得学士学位 三年时间拿到两张文凭 再加上威廉布鲁是美国饭店管理协会 最认可的学校 从这里毕业等于有三张证书在手 尤其Cassandra表现优异 在校时就会推荐到四季饭店打工 更比一般大学生多了许多职场经验 有了这个跳板毕业后的Cassandra顺利找到 伦敦希尔顿饭店的工作 2012年要回学离希尔顿 已经被拔着为小主管 现在许多饭店里的工作人员 都是他的学弟学妹 未来只要希尔顿体系有职缺 Cassandra随时可以转到其他国家任职 除了发挥所学 也能完成他游历世界的梦想 看到澳洲、新加坡、德国和大陆年轻人 对投入就业市场的准备 希望也能带给您一些省思 接下来我们就要深入澳洲 但您看看他们如何打破万般皆下品 唯有读书高的观念 澳洲的面积大约是台湾的214倍 而人口是比我们略少一点点的 不过说到了大专院校 台湾有160几所大专院校 澳洲却只有39所大学 而七成中学生选读技职体系 澳洲技职体系非常的庞大 包括了5000家的立案教育机构 其中又以60所公立专科技术学院TAFE为主流 其他的还有一些私立的 或者是社区型或是企业成立 并向政府登记立案的训练机构 而这些RTO就可以发给学生证书或是文凭 教育出数百万的工作人口 而拥有一技之长的技师是很受尊重的 以薪水来说 一般白领阶级的年薪大约是5万澳币 折合台币是150万元左右 但拥有专业证照的装潢师傅或是水电工 一年却可以赚到7万澳币 大概是台币210万 真正落实职业无贵贱 走进雪梨藏人街附近的商场 这一家小小的宠物店 五花八门的宠物用品吸引住路人的眼光 它是帮助狗身上的那些loose hair给它脱掉 解说起最新商品滔滔不绝 来自台湾的赵明月是移民第二代 从小和姐姐一起养狗的它 看准澳洲刚刚兴起的宠物商机 从台湾引进澳洲缺少的猫狗衣服试水温 三年来靠着专业服务与多元品项站稳脚步 还在雪梨近郊开设另一家更大规模的分店 主打宠物美容 它是有去学grooming 然后在这边越做越好 因为它剪的狗都很可爱 然后也是很我们Asian style的造型 好几只狗狗在店里跑来跑去 每一只造型都不太一样 成了宠物店的最佳看板 更是主人玛格丽特的骄傲 玛格丽特毕业自雪梨大学中文系 为了要经营宠物店 她到公立专科技术学院TAFE 去念了小动物照顾与宠物美容课程 她谦虚地说 自己是在做社区关照的工作 不是赚大钱的行业 但就以她拼用的美容师来说 年薪都有五六万澳币 已经付出给基层律师 穿着工作服的学生 仔细听着老师讲解机械原理 以汽车维修课程为主的 卡根专科学院里 17岁的Page 手擦指甲油 戴耳环 脸上还上了淡妆 就像万绿虫中一点红 父亲是机械工程师 引发她对引擎的兴趣 尤其热爱火车 身为班上唯一的女生 她笑说 当然有时候会得到 多一点的帮助 但功课与训练上的要求都一样 只要认真学习 性别并不会影响工作表现 不受限于性别 不羡慕等领 依寻兴趣 一步一步往专业技师之路迈进 因为她知道 拥有一技之长 总会出头天 马路上拉起围篱 挖土机轰隆隆地运作着 穿着干净制服和铁头鞋 戴着安全帽的年轻工人 自信地拿着指示牌 只会路过车辆 停车或减速通过 看似简单的工作 却得有交通管理的证照 才能做 而且他们只做 只会交通这一件事 实行却高达20澳币 相当于台币600元 更别说正在操作机械的工程人员了 谁说非得要大学毕业才有前途呢 根据澳洲全国职业教育研究中心的最新统计 继织毕业生的平均年薪是 5万3千5百元澳币 折合台币约160万元 比大学毕业生还多了3千5百澳币 相差超过10万台币 而这还只是起薪 我们在很多国家 包括澳洲人员 有学生证学习 不能够找工作 我们有学生证学习 币约120万元 减速的证证 薪资水准反映出对专业的尊重 职业无会见 落实在澳洲社会中 也引导了继职教育的成功 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愿意念技职教育呢 其实澳洲政府在1995年 公布了澳洲学历资格架构AQF 这是近年来最大的教改 有了这个架构 教育、训练和职场 就有了全国一致的接轨和整合 AQF共分为十集 把证书、文凭和学位这三种主要的学历 在同一架构下定位清楚 又可以互相承认 一般来说 学生在11年级就会到技职训练体系 去受训取得一级证书 中学毕业之后 他可以继续念技职体系 一路念到专科进阶文凭或是复学士 如果他进入职场几年之后 想要取得更高的学历 他是可以进大学的 而且之前修的专科学分是被承认的 当然大学毕业生也可以回头 进入技职体系来学习一技职场 也就是说 学生在技职体系和高等教育之间 进出的时间是大大缩短了 而毕业证书就代表了他们的专业能力 企业主也对每位求职者的能力可以一目了然 自然可以降低人力成本 也让这技职教育完全符合产业需求 画面上挂满了动画人物的设计图 一间萤幕播放者替美专业水准的动画影片 全部都是学生的精心杰作 这里是培育3D动画与特效人才的摇篮 澳洲互动娱乐学院AIE 一间教室里十几名学生各自分组讨论 就是希望自己的毕业展作品 能够让来参观的业者眼睛为之一亮 他们会尊重灯光 看起来自然的 有很多人在映画里面 你会知道的 有很多人可以做到 这完全终于终于 你只能限制自己的想法 和自己的走势 专研灯光和动作的她今年31岁 毕业自雪梨大学美术学院 原本在设计公司上班 有一次看到同事 正在用电脑绘图激发出她的兴趣 决定来AIE上课 希望日后能成为电视节目的动画师 同一间教室里 还有年纪比她更大的 它不是飞车的车 它是非常相似的 非常相似的 45岁的Paul手握滑鼠眼灵萤幕 距今会神的模拟绝地武士的赛车 因为电影星际大战而爱上特效的她 平时就会买软体学习剪辑 直到两年前 在妻子的支持下 才决定中年转业 来到AIE学习为自己圆梦 我最后不愿意在那里 我想要做一些 我感到有趣的东西 不是不同的 但我感到有趣的东西 我感到有趣的东西 我感到有趣的东西 当学生比最年轻的同学大了将近三十岁 但老师们早就见怪不怪 我喜欢老师的同学 因为他们已经在外面工作了 或是在不同的业务 所以当他们做一个决定 特别是老师的决定 教育研究中心的统计 技职体系的学生 45岁以上的占了两成之多 为什么澳洲人可以活到老学到老 弹性灵活的澳洲学历资格架构 AQF就是答案 AQF以学生为中心 共分时级 把证书文凭和学位 三种主要学历 在同一架构下定位清楚 又可互相承认 也就是说 不论念的是大学 或是公私立技职机构 所修的学分 在全国各地都被认可 进修时还可扣底 缩短进出不同教育体系的时间 这不是他们的研究结构 他们可以从AQF到学校 所以它变成了一个踏踏 然后我们给他们很多例子 人们从AQF来到AQF 因为他们需要 季职教育与高等教育之间 不再有繁理 跨行业也变得简单 产观学界有了共同的标准与定义 让人才可以适得其所 自然也让国家经济 蒸蒸日上 我们谈到澳洲技职教育中 很重要的一环 就是公立专科技术学院 TAFE 但念TAFE可不是只能在学校学一技之长 还有一种学徒制 学生要自己找到工厂或企业去学技术 每个礼拜有四天是学功夫 只有一天回TAFE去上课 对学生来说 不只学得扎扎实实 还有薪水可以领哦 澳洲政府还会补助他们工具费用 只是这学徒制并没有绑约 也就是说 学徒可能半途而废 也可能学成之后 反而跳槽到对手公司 但师傅和老板却一点都不担心 也不藏私 到底为什么呢 带您看看师傅如何教导小学徒 位于雪梨西部近郊 占地600坪的修车厂 挤满了等着维修的车辆 车厂里 车身 机械 轮胎等不同部门 各有专门的技师负责 最里头的 则是关乎车辆门面的 喷漆室 年近40的燕正亲自示范者 喷漆前的准备工作 补土 板筋 打磨 他做一遍 再让学徒做一遍 基本上你必须要模仿 我们所做的 因为我们所做的商业 我们使用我们的手 所以我们必须要试试 我们的手 为师傅学习 这就跟我们所做的一切 让学徒从做中学 扎扎实实地做好基本功 燕不厌其烦 每个步骤一再示范解说 就怕这小徒弟 听不懂 学不会 毕竟喷气这一行 可不是会拿喷枪就行 从准备到调制原料 还有如何避免 有毒化学物质的伤害 这些在太福中学会的本事 燕都要一一教给年轻一辈 像燕这样的喷气济师 都是念完太福课程 再通过全国济师管理委员会的考试 才能拿到证照 拥有22年工作经验的他 现在不只担任 学徒制的师傅角色 也肩负业界和TAEF 无缝接轨的重责大任 有人愿意交 但毕竟黑手的工作辛苦 越来越少年轻人愿意加入 甚至有些家长也认为 读书比较好 燕都会用奥运选手的例子 来劝说他们 在你专业的伤害 就会比较努力更好 你专业的伤害 如果你可以专业的伤害 你会有更多的机会 成功成功 例如奥运选手 要求一个伤害者 去游泳 因为所有人都在游泳 因为这些年轻人都在游泳 不是每个人都适合游泳 当然也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念大学 而且学徒制不但可以学得一技之长 还有前传 每个学徒在四年到四年半的训练期间 每周有四天在工厂 只有一天去TEF上课 虽然比不上资深喷鸡师傅 周薪大约一千两百澳币 折合台币三万六千元 但学徒也有三百澳币 大约台币九千元的薪水 而且政府会按年补助 总共三千五百澳币的工具费 而工厂这一方 不只能拿到政府的补助 更重要的是 可以填补人力缺口 并筛选出未来的工作伙伴 我们喷鸡有能力的 我们不希望他们在做一些 最基本的很费时间的东西上面 我们是希望他做一些技术方面的 所以这些摩车 这些做最基本 很多都是依赖学徒下去做的 很多开始做的时候才知道说 他们对这个行业没有兴趣 替父亲经营修车厂的Robert 是台湾移民第二代 大学毕业后在TEF念了商业管理课程 在这里派上用场 他感慨地说 不怕学徒学走技术 就怕修车这一行后继无人 最少知道他 如果他再继续做这个行业 最少他会留在这个行业里面 所以如果他离开也没关系 反正还有另外一位可以请 还可以有另外一位可以教 Robert指出 修车厂营业八年来 以前收过三个学徒 只有一个学完 但即使学成率偏低 只要有一个留下来 也会是符合工厂需求标准的 因此他认为 学徒制对产业界仍是有利的投资 澳洲技职教育之所以成功 其实最大的关键就是产观学紧密合作 职业教育与训练体系 是由政府、学校与业界建构而成 在产业方面 全澳洲有11个产业技术委员会 他们代表业界 他们受政府的资助 负责设计工作场域 应该有的技术与知识 这些训练套件 每三到五年就会更新一次 而公私立学校等立案训练机构RTO 则依序这些训练套件来设计课程 那政府的角色呢 除了提供资金 立法制定相关政策 也要监督教育品质 就是这样环环相扣 才能让澳洲技职教育贴合产业需求 达到实用的效果 超高新颖的厂房里 各种车体与零件整齐摆放者 但这里不是汽修厂 而是位于墨尔本的 公立卡根专科技术学院 老师带着学生 安装着最新的汽车引擎 这是由墨尔本最大车厂 Toyota赞助的 另外像是行车电脑 各式零件和配备 也和业界同步 确保学生学的 以就业就能派上用场 为了随时掌握业界动态 让教学内容与业界标准同步 不少职讯教师都还在业界任职 而且至少得有四级证书 否则就算有博士学位 也不能当职讯教师 产学密切合作可不是只有汽车产业 全澳洲共有11个类别的产业技术委员会 这些委员会代表业界负负责设设计训练套件 什么是训练套件呢 也就是规范各种从业人员 应该具有哪些技术与知识 像卡根这样的立案训练机构RTO 则依据这些训练套件 调整课程内容与技能标准 而这些训练套件随着科技和产业需求不断更新 甚至每两到三年就会有结构性的大改变 为了因应这样的变化 交出符合业界需求的人才 职讯教师当然也得不断自我提升 这是一个要求 我们每年做30天的专业发展 但我认为如果我看来 成功的国家 他们有好技术的练习 他们有那种专业的领导 专业的领导 那澳洲政府做了什么呢 看看卡根学院的这座厂房 2012年才落成启用 耗资两亿一千万台币 其中一半就是由政府出资 另外每年还依据学生数量提供补助 但资金不是最重要的 立法制定相关政策 并监督教学品质 才是继职教育成功的关键 即使要禁止他们的领导 禁止他们的领导 或禁止他们的领导 领导 每五年 澳洲计数领导 必须有新领导 领导 所以我们 在某些时候 我们禁止他们的领导 因为他们不符合领导 澳洲技术品质署成立一年多 已经撤掉一百多个职讯机构的执照 而且强调标准会越来越严格 让全澳洲五千家RTO 不得不绷紧神经 为教学品质把关 所以我们通常会继续在三个月 从公司里发现一些认识 他们的领导 但是最重要的是在课程中 因为如果一个专业的领导 来说他们不够的描述 或他们的动作技术 修正课程与业界保持密切联系 让学生在职场竞争上 可以有更强的实力 与更多的机会 也难怪在澳洲 大约有七成的中学毕业生 会优先选择进入技职体系就读 接近澳洲的成功关键 为台湾技职教育 找改变的方向 让产学无落差 人才都能用得上也留得住 感谢您的收看 敬请持续锁定 愿景工程为青年巡路首部曲 抢救人才 专题系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